上次你也跟我說很安全 你說的話就可以相信啊 你不會什麼都沒做 我為什麼會怪我 就是你不太跳耶 那我怪你 就是相信互信的 我一定是新的問題好不好 他這次豪哥呢 也非常的手下不留情 好不好 你又是第一了 哦 32歲天后版妹和39歲的豪哥 陳正豪 宣稱結婚7年 兩人創立直播電商 豪哥擔任公司董事長 他們號稱跨銀手底下 一來一提 一來一提 還只有兩天直播 就銷售兩億多元的驚人成績呢 哦 去年夫妻有機會在意大利米蘭補拍婚紗 彷彿事業愛情兩得意 但有讀者踢爆 豪哥早已包養18歲的嫩妹長達兩年 還不小心讓對方懷孕 甚至逼人墮胎 我的立場就是 以爺這個人這樣子 我又不可能讓他生下來 你從一開始我們就講好了 我對你好的時候想要前提 就是我不能影響現在的生活 要不然我就會變一個窮光蛋 然後呢 就再見啦 什麼都沒了 又不是說你拿掉我就不理你 我的意思是說 要嘛就不待 我都被報告了 我這樣子我很有壓力 每次我都說很安全 你不要聽聽看你現在講什麼 嫩妹有人向本刊投訴 說嫩妹18歲時因為家裡有急用 不得不上網求援 然後透過網站SugarGarden認識豪哥 配對成功後 很快就以10萬元展開第一次交易 當初嫩妹根本不知豪哥有天后版妹的老公身份 原本僅是合意每月平均十幾萬的包養關係 嫩妹卻在豪哥坦承真實背景與海王話術下動了真感情 豪哥曾向嫩妹賭露心事說她與天后版妹雖然檯面上是夫妻 不過為顧及雙方日後有人出事 可以用各自獨立的身份來保全資產 兩人並沒有登記 就這樣 豪哥對於嫩妹一邊在床上賣力搖一邊吐露心思 啊 豪哥還抱怨版妹個性差把她當庸人 這下嫩妹被豪哥搖到迷迷茂茂深母親發作 再來每個月的快樂時光後也不會主動索討金錢回報 還幻想有些能明媒證取 之後每個月都發生無數次的無套行為 豪哥宣稱自己做過檢測 精蟲數量很少不容易懷孕 直到今年初嫩妹發現懷孕七週 兩人關係天崩地裂 有人透露嫩妹當時檢查 聽到胎兒的心跳聲就不忍心處理 打給豪哥商討對策 豪哥卻從床上的鐵和柔情變鐵血無形 我的現在是什麼情況你知不知道啊 我是一個隨便都可以給你負責的那種人嗎 與版妹的未登記還變成有實際婚約 最後給十萬人打發嫩妹處理 嫩妹為腹中的寶寶焦慮不已 便與父母商討對策 希望豪哥可以出面談 豪哥卻嗆要找黑道找他們談 嫩妹嚇得驚慌失措 只得在有人陪伴下於今年三月去醫院進行流產 且第一次採用服藥卻沒有成功 後續又到醫院動手術 良度隱產造成身體極度受創 而豪哥不只懷孕到手術後都避而不見 更讓嫩妹傷心欲絕的是 在確認墮胎後 他就遭到豪哥封鎖一切的聯繫方式 而且墮胎當天被嫩妹有人發現 豪哥又登入包養花園網站 迫不期待尋找下一個甜心 唉呦 回顧天后版妹和豪哥彼此都是第二段婚姻 且雙方事稱後決定結婚 在合體力拼事業 成績有一點點不錯 昔日閨蜜王思嘉曾猜向天后版妹的百瓶豪宅 光是裝潢和家具就耗資新台幣1800萬元 天后版妹甚至有整面牆包色系的愛馬仕包 不過後來王思嘉爆假包 天后版妹就白白的王思嘉 啊!這在商言商的一面 放在版妹一幕老公豪哥出事 也讓知情人士等著看 他會再如何做一次危機處理啦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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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